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他憨慎 不要再彷徨 欲心情爱到最美是陪伴 每周六十二点 会员抢先看 加入芒果TV会员 解锁多面人生 喂 你是赵水夫妈妈 阿姨你能了解赵水夫的心情吗 她就很想见到你 你们知道吗 我也跟你说舌坊 是很残忍的 我觉得他们只管得到自己 要管得到孩子 老师为了让三位少年更快地转变 特地为他们开办了一场主题班会 好了 今天我们要开一个班会 班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开着黑白 失败孩子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 吐槽式的辩论大会 那站在上面同学呢 最少你要陈述三分钟 接下来我们就先请第一位 正方同学来陈述他的观点 我们先有请谁呢 那我们就先有请张迪同学吧 好不好 我不是坏孩子 首先我本质不会 如果一个人真的很会 那我就肯定不会来这儿的 你反对 那你来这边是不是 跟张水富互换 那你有没有做到 张水富这个玩一个好的角色呢 他在家都很勤劳干活 你有吗 我勤不勤劳 那你问他吗 你勤不勤劳 以前就有点收不掉 后来我也不干了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干呢 之前不说了 没有适应划定 那你就不是好孩子吗 没有适应划定 这 那个 摆不到是不是好孩子 昨天你们三 还在后面捡垃圾的时候 你们还在那边说 那后面就不露出捡垃圾了 没说 后来我讲了 我讲一袋子呢 我还把他拎回来了一袋呢 那我说陈子侯家会讲 你去把他带回去 你给我剪果皮 果皮放到那边 那都是很好的肥料 果皮你们也讲 我看着我都感觉浪费 你常常开口闭口都是脏话 没有 你说吧 比如说 这都小 吓死我了 不是吗 不是吗 对吧 同学们都知道 而且因为你说一句脏话 扣了好多分 就是突然都没说回来的 我不是故意说的 那说明你已经成为习惯了吗 说脏话已经出口成 出口就成出来了吗 我以后就疯了 我给 抽烟喝酒 我没抽 你看看了吗 你会抽吗 不会 什么时间 你来说谎话是不是 说谎话 我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抽烟喝酒是不是坏孩子 你成年了吗 没成年 行 好 那么请下一个 来 咱们掌声 那接下来有请 陈浩琪 把号 陈浩琪 他问死你 求虑 好 我现在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浩琪 我从不认为我自己是个坏孩子 像老师说的 只是以前做了太多 不适合在这个年龄做的事情 我反对 那你和没和你父母争吵过呢 争吵 每个孩子都会跟父母争吵 小朋友们 你们会和你们的父母吵架吗 我的天啊 他们还没到叛逆期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叛逆期吗 肯定的 你赵水腹 你觉得赵水腹会有叛逆期吗 他还没到这个叛逆期 你觉得他会有吗 肯定会有 真的吗 不然你哪来的成长 我觉得不一定吗 每个人都会受家庭的影响 你抽烟喝酒 这是怎么解释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从不抽烟 而我到当时第一次到泰国之后 我只是想家 想家之后看到爸爸他们 抽烟 对 就抽烟 然后在这方面 我自己知道自己做错 所以我来到这里我需要改变 我需要接受大家的教育 那你觉得你 就是之后能戒掉烟吗 能 肯定能 下一位 我觉得我是个好孩子 好孩子 我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我和我妈是有分歧 再不能证明我是个坏孩子 只是那个分歧都不知道沟通交流 还有我来这边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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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啰嗦 我暂时没啥问题 我感觉你们这样 说那个词改变就有毛病 改变是如果有好到好就改变了 只能是有坏到好 可能表面上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好孩子 但是如果我妈在生病的时候 我还是会去照顾她 这生命我是一个好孩子 但是本质我不是个坏孩子 既然说有分歧 有分歧你就做爸妈不喜欢的事吗 没有 我没说有分歧不做 就做他们不喜欢的事 你认为 那你认为你 现在是我我反驳你 那你还是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 但是他们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他们知不知道 你还是做了 我做了这件事 但是我 你做了老人家不喜欢的事 我隐藏了这件事 让他们发现的事情 说明我是个好孩子 没有让他们待 隐藏并没有用 怎么样你都是做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早晚会知道 就是因为我三应的谎音 才不是告诉他们 三应的隐藏 刚刚你说的很对 你们三个人的本质都不坏 特别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心 很纯洁的一颗心 但是你现在变得不敢去面对它 中国人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 请你们读一读我们这个年龄 该读的一本书 叫做《弟子归》 咱们五年级的孩子 给你们读一读 咱们中国的孩子 该干嘛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做一回堂堂正正 站在世界上的中国人 那么今天的班会到此为止 好 下课 大家知道这个月是什么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月是我们的雷锋月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也要学雷锋活动 要去我们的敬老院 去看望那些老人家 你们就给他们准备一些节目 逗他们开心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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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坐大巴 还跑过去 贾老师 走过去 我 这在哪 我们一路走过来 那边走过去还没到工地 我想这个老太太的老头儿们 三分一样 我想这边 这是敬老院 太平乡敬老院 位于吉首市太平镇 这里接纳了 来自十里八乡的孤寡老人 每年雷锋月 孩子们都会带着礼物 带着爱心 前来看望爷爷奶奶们 再给您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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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地下 没事 奶奶 你住在这里 你住哪 你住哪里 我住这里 我住这里 你住这里 我是那个小学来的 你是坐大学家 我是小学生 小学生 我是小学生 我是小学生来看你 小学生 有点高是吧 没什么时候 你喝点玩吧 当饮料喝吧 不用 爷爷你们多大的 七十二岁 那你们都在八十多岁吗 这也九十多岁 九十三 你们这里人都好长寿 体责都好 这一共多少个老人 绝对是十几 十九个 十九个 那你有没有儿子女儿啥的 有 有 五个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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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孙 五个孙 哪五个孙 六个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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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着六个孙 六个孙 那你为啥住这儿 你有儿子 你有儿子 住这哪儿 我是在这里 别跟来 和夫人家 你去院子 这里人节地灵 老人都常有 我爷爷也跟你们差不多的 我爷爷也七十多岁 因为没能赶上清明节 给奶奶扫墓 正好奇心中留有遗憾 今天能与老人们亲切交流 让她心里得到些许安慰 三年多之前我就出来读书了 然后跟爷爷奶奶 见面的时间就特别少 因为在读书的缘故 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都来不及见她最后一面 他们都是老了 他们更需要我们的爱 所以我希望 这次如果有机会回家的话 我希望把爷爷 见到我家里来一起住 好 现在同学们 按照体育课队形排好 你下去 一排一排 跟上去 跟到里面去 一个接一个 进去排好 那边你们排队排好 不要到处观望 说你呢 还投开外面 排队排好 排队排好了 别炒高 顺序站好 爷爷奶奶再看着 不要丢脸行不行 快点排好 一排排 两排排好 现在几排 快点 我唱歌 我是真不会 没事你嘴巴跟着 你不用发声也可以 谢谢 我们是这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我们今天来看望 看望你们 然后给你们准备了个节目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能够开心 好 谢谢 好 准备 好 准备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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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看便这人间 看得辛苦 看得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累 要常见直到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感谢你 好爱我依然会珍惜 来 回来了 老师 老师找 老师 去办公室 去办公室 干嘛 没说过的女事 去办公室 去吗 去吗 知道今天找你才玩什么车 不知道 不是 不需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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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不要拍照 对 对 你们刚才打算用票了吗 你们刚才打算用票了吗 用了 用了 走吧 你知道今天找你才玩什么车吗 不知道 吃饭给票了吗 为什么不给票 对 餐票不够 而且 买餐票的钱也不够 我们学校 每一个孩子 订餐的孩子 他那个票 就现在那个票 票就是饭 没有多的 他等于说你拿走了 把别人拿票来 还有没有饭 定量的 定量的 你把别人的饭吃了 别人就没饭吃了 这里的小孩 生活得还挺艰糊的 当初父 我一个妹妹的哥哥 他的妹妹在学校吃饭吗 他不说对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他的妹妹不在学校吃饭 以前他哥哥在的时候 两兄妹 他妹妹也不打算 他不得把饭打来的时候 两兄妹一起生了一碗饭 因为水父 他是个单亲的家庭 他的妈妈在水父 第一年纪的时候 就离开了他 跟他爸爸联合了 早上 来送水父上去 下午 就来来接他 他从这里 一直哭回到 我们那个高楼 我不知道一个 他当时一年级 一个一年级的孩子 他一个人是如何哭着 一路哭回去 哭那么长 那么长的路 那么长的时间 后面我问他 我问他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妈妈 如果喜欢我 你就回来吧 如果你不回来 那你就是 一点都不喜欢我 那就永远别回来 这个 感觉 挺可怜的 他的心已经 疗了 硬了 感觉不是 他这 这年级小孩说出来的话 很沧桑的 三个孩子 从班主任口中 得知了水利的父母 早已离婚 爸爸常年在外打工 妈妈很少回来 而爷爷年事已高 奶奶又患有 严重的眼疾 无法照顾 两个可怜的孩子 水父和水利家的境况 让三个少年 深受出动 他们希望 能找到水利的妈妈 给水利一个 大大的惊喜 他很久都没有遇见 他妈妈了 就是 也像我们 就是我妈以前 和我爸以前 我也很想这种妈 所以我就想 让她见下她的妈妈 我们要有什么身份 跟她妈亲一叫太后 你觉得 她妈妈知道 张雨复去那个 去她家了吗 就是参加这个节目 可能 那你们想一下 那 那 那现在别忙了 对 她妈又不知道这个怎么说 她得以为当时骗子 对 我也这么听过 现在人方法一致都挺强的 那老师 您介意 就是 联系一下张水树 现在的班主任 过来跟我们一起 跟她妈妈进行一调 就想着她妈妈 知不知道照顾后擦这个节目 对 她妈又知道就好说 她妈不知道这个 对 我们外地口音 你得以为是骗子 你想让 叫现在她班主任过来 对 对 不知道方便吗 好 行行 那我 来 谢谢她 喂 你得把人得二六百样子 给她走 好 好 好 做过来 是这样 这是吴老师 想让她 跟她妈妈讲什么 只要吴老师 跟她妈妈讲 解释一下 现在的情况就可以 好 明白 好 喂 你是找孙副妈妈 我是她班主任 吴老师 在这个书城 你今天来着太平了 就是搞 她想和你打个电话 和你酒里 你看 你和她们搞这句 好吗 那 可是嘛 我本次还有两分钟 讲这句 还有两分钟 讲 我再去晚上也讲 好 谢谢 那我觉得她们还那么够 好 来 两分钟的时间 好 阿姨我现在跟你说一下情况 因为 我们现在三个人呢 跟张水芙是互换的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呢 需要您的帮忙 因为我们听这边说说 您已经好久没见到张水芙 以及张水芙也好久没见到您 我们呢 就是想要您可以在 就是张水芙回来的那一天 来到 来到我们这里跟张水芙见一面 这样好不好 我也跟你说实话 嗯 她老婆不让我看 她爸就说 别再给我们打电话 没事 我们是不会再想您的 那就是这样 那那那那阿姨 然后我和她爸 就留了很多 留了很多 但是她老爸还是那样 阿姨 你能了解张水芙的心情吗 她就很想见到您 你知道吗 我妈和我爸离婚 马上 我妈也不喜欢我和我爷爷奶奶 我爸见面 都是一样的 所以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只考虑到自己 没有考虑到孩子嘛 孩子是很希望见自己的 母亲的或者父亲的 但是他们就是 就是可能说 他说为了孩子好 不让他们见 但是其实对孩子是很残忍的 毕竟他们还这么小 如果沟通好的话 你可以跟张水芙见上一面 那我可以见 下午就是说通了她妈妈 就是她妈妈愿意和她们 带两个孩子见 如果张水芙回村了 她妈妈也来了 她们将来面 也是我们为她 完成了一个心愿 三位少年与妈妈约定 在县城亲戚家见面 然而如何前往县城 成了当前一大难题 她们在县城的县城 她们怎么搞测试呢 你们有带什么事情呢 钱包啊什么什么 我想到钱包都没了 我的书包能当吗 他们这就不见得牌了什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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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再见 走 李姐 我牵着你的手好不好 不好 你自己走啊 我帮你背书包好不好 也不好啊 你怎么醉啊 我们仨弟保镖情况 你是个小弟 大爷 你看你个仨小弟 可以吗 怎么办呢 你没钱啊大哥 看看能不能盗东西 为了筹路费 陈浩奇决定 把她最心爱的戒指 典荡出去 妈妈给我买了的一个戒指 当时不是没钱 我就把戒指给荡了 因为我十八周岁 甚至不能 也只能一个人过 算是 急躁了成年了一半 叔叔 我想 能不能 当一千块钱 当什么 当一千块钱 这个戒指行不行 买了一万多点 当一万多 当一千 一千块钱 我不能做这个东西 这个网上去 你在网上卖随便 都能买到十千块钱 我们那就看 就像个挺全人一样 你说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必须要付了 那你可以送我们去一家凤凤凤吗 你干多少钱 一年 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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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对啊 这一切最硬的钱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戒指甲我这里来 然后我带你们去就可以了 对啊 你看到时候你们给我钱 那我就还给你们 你趟车费 当然不吃了 但是还是要帮助水利的 家是建立在有孩子有父母的基础上的 自食的水利 对于三个哥哥遭遇的窘境一无所知 对于即将见到妈妈的事情 也并不知情 而三个哥哥被他精心策划的惊喜 水利又会是什么反应 你像我妈妈 妈妈 那我妈 是你也没回来 你 那想他的时候怎么办呀 他说 这个哥哥 妈妈 现在想他就是哥哥 第一个是爸爸 第三个 妈妈说是我妈妈 妈妈天气都没有回来 到底在哪儿 你先走东西点这里 这村盖得没回来 这村盖得没回来 下个雨下到了 你是留不全晃了 好好好 阿姨 lå移 你自己看 啊 啊 啊 你自己 你自己想要不要 你自己想要 你自己想要 你自己想要不要 你覺得我是死的 你沒吃飯是不是 那你怎麼能夠死 你也多吃點飯 知道嗎 我離開他們的時候 就是說關於孩子的那些電視劇 真的不敢看 很難受 每年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都受不了 他老爸不讓我看我沒辦法 你還麻了 還麻了 還麻了姐 你還麻麻了 還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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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這樣我來 還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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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等他去吧 回来 以前也没救我 回来的时候 就是回来看他们一下 我就走了 有时候带他们去 玩了一下 晚上把他们送到 把他们带到那里 我就走了 但是我感觉的孩子 好莫松了 现在和我一起 我要回来 为什么妈 真的 放开我 还麻了 这样也是 可是妈妈 我们 她生下我们就走了 所以我才不叫妈妈 四年啊 没跟孩子坐过房车了 也没和孩子睡几回觉了 好难受了 好久都没跟他们 走房车了 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 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 妈妈也过来了 妈妈妈在 我就感觉挺心疼她妈妈的 很早就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 她妈妈其实还在爱她们 不管父母跟孩子过得多远 多久没见 但是孩子必须心里知道 父母真的是爱她们的 我看着她妈妈 我都想起我妈妈来了 挺想我妈妈的 长时间的分离 让水莉对妈妈儿子感到陌生 即使妈妈苦苦哀求 水莉也迟迟不认喊出那一声妈妈 我想她就为什么妈妈 我就可以了 每次回来的时候她都很陌生 我们叫她妈 妈 我了没 妈 我叫你妈 妈 妈 我叫你妈 我叫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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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妈妈 也许是对一位母亲最大的安慰 对香水莉又何尝不是 妈 四年来 没有一次可以喊妈妈的机会 年幼的水莉和哥哥相依为命 顽强地长大了 一声妈妈 融化了历解 看似坚不可摧的心 我自己知道我女儿子的脾气是吧 她的脾气很倔 只有一个好的人带 脾气会好的 妈妈想你我 妈 Joint 工作室 吃饭们吃好不好 来 吃饭 你 弄�你 吃吃吃 自己癌 咱们得吃饭 你吃饭 啊 要快喝吃吧 我有两年没吃过妈妈做的饭了 很想妈妈做的饭 你让我自己做答案了 我妈搞菜了 阿姨 您最近有没有跟张舍夫联系过 我没有看过他们 主婦应该挺想你们的 我想妈妈 我想她陪在我和妹妹身边 陪着我们长大 我也挺想他们两个的 当时我和她老爸沟通不起来 她爸爸去年决定不让我看他们两个 打电话嘛我经常打 但是她们两个都不接我的电话 我想她们两个不会和我那么陌生 不管我的四伙女后怎么办 但是她们两个 我绝对不会放弃了她们两个 她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看到水利和她自己的妈妈在一起吃饭 我也好久没有和我自己的妈妈在一起吃饭 这人家最要见的就是我妈妈 就是很想她 就觉得以前离开她无所谓 但是现在就离开她很想她 今天是心理剧表演的日子 也是水负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天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她们 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放学咯 回家咯 今天爸爸妈妈要请我吃大餐了 回家妈妈要奖励我美美的看动画片 我妈妈总是会奖励我漂亮的裙子 我都有妈妈一锅子啦 我爸爸从国外回来 带了好多新式玩具 超级贵哦 想不想去看看 想把你的玩具呢 哎 没人在乎我 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啊 咦 水副 你怎么还没走啊 爸爸妈妈没来接你吗 需要老师打个电话吗 不 老师真的不需要 他们跟我说了会晚点来接我 我这就去门位那儿的 好的 走的时候记得关灯哦 嗯 记住了 水副 水副 你在哪儿啊 水副 老师 看到我家水副没有 怎么没回家呀 我们过来看看 张水副的位上有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真的很难过 我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家 那里只有没完没了的吵架 能砸的东西都被你们砸遍了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有时候大人之间的事情啊 没想到给孩子带来 心中带来那么多的伤害 每个孩子都希望家里的圆满 父母在身边幸福 可是有时候现实真的有点残酷 让爱回家 我们张水副同学 今天就要离开四三班了 我谢谢同学这两个星期的帮助我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班啊 又来了一名新的团员 我们掌声欢迎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水副 也谢谢老师每次鼓励我 谢谢排练剧组的同学 我觉得你应该和我讲的 好不好 那一次啊 我舍不得同学 我还舍不得老师 我知道以后还被 再见到他们 你走路我不想你的 你是在高报村里的 我有时间一直看着他 有时间一直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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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孩子 比较自卑的 然后目光都不敢 跟人接触的那种感觉 然后 在 在接触中 我又发现 这孩子 遇到事情 能够为别人去着想 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 他也能够去 面对自己的错误 然后容易改正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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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每次鼓励我 我永远记住你们 我要走了 你们会记得我吗 一路错过 张水父 你还记得你来学校那天 我送你的那条包领巾吗 你答应我 回去后你又一直带着 这样我们就从来都没有分开过了 张水父 我们四三班永远欢迎你回来 你永远是我们班的一份子 不许你忘了我们 张水父 你可不可以漫天走 可不可以再教我读一次语文课文啊 我知道一个人承担这个价很不容易 我挺像我爸妈的 谢谢同学和老师的关注关心 我感觉自己特别孤独一个人 特别想妈妈想到了 我崩溃了 现实是太残酷了 只有我一个人 烟火灯盖着黑夜 风筝依偎着险 爱的罪 公司感谢练习继续节目 给我带来了 回南所会的体验 感谢手续社交媒体新浪微博 特别感谢人民日报 一点资讯 赞看新闻客户端 感谢视觉行动秒拍第一视频 榴莲VR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360影视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特别感谢360娱乐 360娱乐 你开心就好 感谢独家知识平台 百度百科 感谢观看